火药太辣有点辣味 对 就是千辣卷的 这是什么呀 就是招牌 鸭肠 八生 哦 招牌 鸡蛋 土豆 豆芽 伞子 或者放个酸甜口味的 提提味也好吃 对 你们也是慕名而来 慕名而来 多少钱 十克吧 天津的大饼可以加一雀 徐州的落馍可以卷万物 我现在在徐州的棚车房长 现在是吃的是一家小班推荐的卷饼 据说非常好吃啊 现在我打算去 试一下 应该是在这里面了 找到了 我还拿了 吃的这个 好的 鸭肠你炒一下 哪个人 你要放哪里 吃的 你看 你看这 那两份啊 咱们一样的吗 一样的 这就是又不太辣又好吃的 好 一般我都给这样的 这个想尝一尝了 这个是怎么卖的 蛋菜收钱 蛋菜收钱了 给我来一套 你能吃辣吧 不能吃太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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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吃点辣 不要太辣 来一点点辣 对 这个 不能用肉 对 肉食肉 这个是什么 鸭肠 鸭肠 花生 花生 鸵鸡蛋很好吃 不要鸵鸡蛋 没事没事 挤了就挤了吧 可以好吃 胡豆 可以 豆芽要吗 不要豆芽了 黄瓜也不要 海带 海带来一点吧 懒的可以吗 可以 就这样吧 可以 十块啊 很快 现在是在外面吃 装起来吧 好的 谢谢啊 买了一套十块钱的 来试一下 鸭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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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 鸭肠 鸭肠 我已经要的是微辣的了 但是第一口吃起来还是有点呛到我了 喔 還是有点辣 喔 因为我之前就是有做过公告就是都说他们家的这个菜很辣 所以我就怂了要了一个微辣的本身就是不太能吃辣嘛 但还是够辣喔 但是很香 花生碎 鸭肠 一些海带丝 本来我不想加弩蛋 然后加了一个就加了吧 我这一套是十块钱 是那个大姐帮我帮我配的 对 她推荐的 然后还加了一个 掉了一块鸭肠 一会儿再剪啦 加了一个那个傻子 吃起来是脆脆的 外面这个饼 就是落馍 这个好像叫水落馍 然后在徐端就是这个可以剪那个烤蒜吃啊 剪各种菜吃 对 她在里面剪的其实大部分是那个 凉菜 乳的凉菜 对 这个大姐卖这个卷饼卖了十来年了 其实我来的时候 应该是过了饭点了 下午的三点多 但是还有好多人在他排队啊 就是 我在他买的时候在他拍 基本上就是那个生意不断的啊 喔 中午十二点出摊 然后到晚上七八点收摊 一直是有人买的状态 不得了啊 看到了嘛 虽然只有底下那一层有辣椒 但是吃了几个感觉这个汗都要冒出来了 喔 这个真的是比较重口味的一个卷饼啊 包括他卤的这个菜 也非常的入味 欸 脸是不是红了 真的很辣 喔 不能吃辣 一定要那个 要少一点点辣 但是吃起来也确实很香 有没有吃过的小伙伴 你觉得怎样 你觉得辣嘛 哈哈